韩国开始头疼了 刚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 决定彻底得罪中国后 尹熙悦又在联合国上标脏话 辱骂了美国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卢中成 欢迎来到本期中程Talk 对于韩国总统尹熙悦的联合国外交手秀来说 原本韩国是想借此营造耀眼的成绩和亮点 但没想到 由于美国的不配合 导致尹熙悦的外交手秀成了外交惨祸 之所以这么说 与尹熙悦在联合国上的遭遇有关 这个遭遇也令韩国民众极为不满 批评是外交灾难 那么尹熙悦到底是什么遭遇呢 其实就是尹熙悦与拜登 那仅仅只有48秒的会晤 在一些韩国民众来看 48秒时间能干什么呢 就连用微波炉加热一个韩国饭团 都得60秒以上 而美韩两国最高元首居然能够48秒时间内完成了会晤 其中还包括两遍的翻译 对此呢 韩国民众认为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认为美国人根本不把韩国当回事 也确实啊 48秒的时间在平常也就是打个招呼 寒暄的功夫 硬要说成是会晤 都有点够呛 因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根本谈不出个所以然 所以呢 那么拜登究竟是有多忙 忙到面对这个亚太重要的盟友是 竟然连几分钟的时间都抽不出来了呢 分析看来啊 拜登确实很忙 但这更像是对尹熙悦的报复 想当初啊 拜登默许佩洛西访韩之时啊 尹熙悦以休假为由 没有与其会晤 可以说 这一度让美国很没有面子 而如今呢 拜登仅用48秒时间会晤尹熙悦 多少有点以彼之道 还时彼身的意思 目的就是为了让韩国难堪 要给尹熙悦一个下马尾 值得一提啊 尹熙悦对这个48秒的会晤 也很是不爽 于是呢 就在他和拜登结束会谈后啊 被记者拍到了他爆出口 骂美国国会议员们是小崽子们 而此消息一经爆出啊 便持续发酵 也一度让尹熙悦 站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韩国媒体和民众 将此事成为外交灾难和外交出口 对尹熙悦的联合国外交首秀 失望至极 然而拜登在联合国大会上冷落韩国 真的只是为了报复吗 分析认为 这实质上体现出的是美韩之间的外交俯视链 说白了 当小弟的就只能当小弟 有错就要认 挨打了还得立正 也因此呢 韩国总统府为了认错 为了向美国解释 竟然表示尹熙悦骂的是韩国自己的国会 而不是美国的国会 实在是令人惕笑皆非啊 美国哪里会相信他呢 看来啊 韩国又要开始头疼了 因为尹熙悦刚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 下决心要将萨德部署进行到底 并因此不得不彻底得罪中国 可没想到 拜登就在联合国上玩了这么一手 不光让他的颜面扫地 还让韩国面临一个大尴尬 也就是要向拜登认错 要解释 要挽回美国 毕竟尹熙悦从上台至今啊 就一直大力推动美韩合作 希望进一步深化美韩关系 而这一外交惨祸 无疑让其十分丢脸 形象大跌 要知道尹熙悦 这可是在联合国大会上 标赃化公开辱骂美国 对美国而言 这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会引起非常不好的后果 要知道 即便眼下美国把俄罗斯逼到了墙角 普京也从未在公开场合 如此辱骂过美国 所以呢 尹熙悦的举动啊 不仅很丢面子 还很可能会给韩国造成外交危机 不夸张的说啊 弄不好 韩国可能真的要被尹熙悦 给带进沟里了 好 各位网友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聊到这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